如果你的特斯拉在路上爆胎了 特斯拉有一个免费道路救援服务可以使用 而且没有上线费用 这你知道吗 甚至还有车主车辆故障 特斯拉给买上了飞机票 目前市面上新能源汽车几乎没有备胎 特斯拉的后备箱也没有 而且它的轮胎还不是仿爆胎 有些车企会给你配备自修复轮胎 或者在后备箱放一些补胎液和冲气泵 但是特斯拉在这方面好像有点短路 不过在你爆胎后也不要担心 特斯拉的车主手册里 隐藏了一个80公里的道路救援服务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特斯拉爆胎了 可以给到最高80公里的免费拖车服务 或者上门给你更换一条备胎 如果正好你在高速公路行驶时爆胎 或者因为车辆自身硬件故障无法行驶 你可以让高速路正救援车辆把特斯拉脱下高速 转交给特斯拉的救援车辆 这时在高速上拖车产生的合理费用 特斯拉是可以给你报销的 这你能受得了吗 前提条件是需要你爆胎后 第一时间拨打特斯拉客服400电话进行沟通报备 之前网传的拖车最高报销800元上线 特斯拉也已经取消 我们来听听特斯拉是怎么说的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如果说给车主机用救援 首先是比如说这家就是轮胎问题 如果要涉及到高速有路正拖车的话 这边到时候这种交是得交申请的 合理范围之内的话是可以去帮你申请报销的 如果说要确实是我们后台有相关的 就明显的这种说声问题的话 那只要是可以提供免费留两个 可以报销没有上线的高速拖车合理费用 你觉得这个进口品牌在售后服务上做的怎么样呢